昨天不失踪了 人天干嘛 还要做啊 吃饭了吗? 大家好 我是郝です 这个频道每天都在中学中的频道上升 有点兴趣的话 请订阅一下 今天的频道就是 现在的现状的现状 主要还是关于コロナ的 是在4月10号的时候 广州这边新增了几十例确诊患者 所以现在广控用升级了 主要是集中在白云区 白云区那边它有很多的加工业 工业园 还有物流 甚至它那边主要还是很多的城中村 所以它人员流动量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现在又开始跟之前一样 设立广控区 封控区 封闭区 开始建方餐医院 所有的中小学在家里上网课 禁止谈食 然后就是全民核酸 这么多年了 相信很多市民家里都有囤货的习惯 所以物资方面还是充足的 晚上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 就是有人囤了一只猪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 主要就是每天要不停不停地测核酸 因为现在出入小区 是需要24小时核酸报告 所以我们想到中国的他们 我觉得我们已经有关照的 但是我们的客人 就让他一切都没有 我这么做了一切 我做了一切的 但是我们就做了一切 我们就可以做了一切 我做了一切 就是我们做了一切 然后我做了一切 你做了一切 但是我们做了一切 我做了一切 然后买菜的话呢 我们这边没有受任何影响 菜有得买 只是刚开始确诊那一活呢 可能菜价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现在住在我附近的都是很多 王坊广州上班的 所以呢 他们每天呢 就是上班 下班之后 排核酸 然后再上班 下班之后再排核酸 距离4月10号呢 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 我们这边 现在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呢 出入小区 现在变成了 用48小时核酸就可以了 除了核酸 还有什么能说的 没有了呀 现在是晚上10点 我们要下去测核酸 是两天一节 两天一测 今天晚上还下着雨 我们现在这里测核酸 主要是风驱律进行的 所以必须整理这个区域的住户才可以 它需要就是放一张小卡片 就是需要填一下资料 然后用一张这样的一个核酸检测的记录卡 日期检测的情况 我们现在测完了 有测过今天是16号 所以它就盖了一个章 就证明你已经测过了 16号 只能打包不能弹食 我们家楼下几家店都是 只能打包不能弹食 那这个要是 那这里也写 禁止弹食 只许外卖 我们这里进门都是需要 这一个通行卡 可以追进去 给你看一下 可以追进去 哦 哈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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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